至今已經舉辦了22屆的世界盃 充滿著許多難以解釋的事件 又被稱為魔咒 而這些魔咒也可能影響到 彩迷下注的選擇喔 因此以下就讓我們了解一下 是哪10個世界盃的魔咒吧 第八個魔咒 南美球隊在淘汰賽贏不了法國 這個魔咒相當有趣喔 從1986年世界盃開始 只要在淘汰賽中 南美球隊遇上法國 全部都輸 包括1986年的巴西 1998年的巴拉圭和巴西 其中巴西還在最終決賽輸給法國 讓法國捧起隊史首的世界盃冠軍 2006年巴西在八強又輸給了法國 2018年阿根廷 烏拉圭同樣都擋不住法國 本屆法國想要衛冕 也許在路上會想多遇到一點南美球隊 第九個魔咒 這個魔咒比較長喔 第四屆世界盃奪冠的國家 在四強戰第一個進球都是靠腳球 這一點呢可能不是魔咒 而是比較偏向巧合 2006年意大利在四強對上德國 第一個進球就是在118分鐘靠腳球所進 2010年西班牙在四強對上德國 在第78分鐘靠著腳球進球 2014年德國在四強戰以7比1屠殺巴西的比賽中 第11分鐘就是利用腳球進球幫助德國首開紀錄 2018年法國面對比利時的四強 50分鐘也是靠著腳球幫助法國鎖定勝局 第十個魔咒 Drake 魔咒 加拿大歌手Drake呢 只要是他穿過的球衣或是支持過的隊伍 最後的結局都不太好 包括伯格巴 奧巴美揚 還有不少球隊 曼城 多特蒙德 曼聯 PSG 等等 全部都在下一場比賽輸球 這次是加拿大睽違36年重返世界盃 可能還得小心 Drake 囉